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试码的24mm F1.4 ART镜头 我之前做的大部分都是偏长焦一点的 就是超过50mm的镜头 很多哔哩哔哩上的小伙伴 就希望我可以试一下 35mm 28mm这种焦段的镜头 在平时拍摄人像的一个使用的过程 因为我考虑到个人的需求 因为出去旅游的话可能会要拍星空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偏广的焦段 就是24mm就没有选35mm 因为24mm比较广 所以说为了保险起见 我又带了A6300搭配55蔡司这个镜头 等效大概是80mm左右 补一下长焦 24mm的镜头要比35mm镜头在视野上稍微广一些 所以我认为比35mm要稍微好用一些 具体在哪边好用呢 大家可以后面慢慢看 我这边为了拍一个跳跃的照片 拿出来这个24mm的广角 广角第一点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你拍摄的场景稍微宏大一些 所以模特跳跃在半空中的时候就像真的飞在空中一样 当然了你想把模特定在空中的话 快门速度至少是一千分之一 这个好看 广角第二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些透视变形 所以你在拍一般的人像的时候就会显得比长焦要瘦很多 那这一点肯定是很多女生很喜欢的了 对焦方面的话 这个镜头因为经过转接嘛 所以说性能还是稍微有点差的 尤其是这种逆光啊低反差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对不上焦的 你看看对上焦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糊的 头不要歪那么厉害 为什么这么臭啊 这边是在树荫下面 而且又是一个逆光 所以说经过转接以后呢 这个对焦性能下降还是挺多的 是不是两张都没对上焦啊 看一下 哦真的两张都没对上焦 所以呢要不就是调整一下角度 要不就是使用手动对焦 这张运气算是比较好对上焦了 那如果使用原生镜头的话 就可能没有这么多问题了 而且6300呢 又是索尼所有微单里面对焦性能最好的 所以有可能的话尽量是选用原生镜头 好看 真好看 不过呢也不是说原生镜头就一定好用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即使是A6300搭配了原生的55菜丝 两张我都没有对上焦 当拍摄完回放的时候是吓了我一跳的 因为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不应该跑焦的 之前有哔哩哔哩网友呢质疑我 为什么一个姿势也要拍这么多张照片呢 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了 我就害怕他某一些情况下他就会有一张跑焦 那你多拍几张的话肯定有一张可以对上焦的 你这样再往这边扭 对再往这边扭对 但是头往这边看 这边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因为你的左右方向和模特的左右方向是反的 所以呢你指导姿势的时候呢 就说这个方向那个方向同时给他一个能够看到的手势 这样呢他就可以很清晰很快速的知道你在说的是哪个方向 然后你这样你是这样挖吗 就是你要往镜头这边挖 这边呢教给大家第二个小技巧 那因为我想要以后面的风数当背景 人是比较矮的 所以我是从下往上拍的 那从下往上拍的时候呢 由于透视变形呢 人通常是显得脸比较大的 那么呢你就可以让模特稍微把腰弯一下 然后把下巴往里收一点 那他的脸就会显得比较小了 为什么感觉好像看到张国立 张国立好气啊 第三点的小技巧呢 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24毫米的广角镜头呢 他因为有透视变形 所以你可以利用他去拍大长腿 那么画面的四角呢 通常都是变形比较厉害 所以说你就可以把你想要拉长的部分啊 比如说是这个腿放在边角的位置 那么他就可以拉的比较长一点 比例就会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画面的中间部分呢 由于变形不是那么厉害 那你就把人的脸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呢人的脸就不会变形了 所以这就是拍出九头身美女的一个秘诀了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拍的话 出去多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挡得特别好 你看到没有 正好看不见 当然了拍腿肯定是走光的情况会比较多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调整一下位置 你自己现场看的话都是无所谓 但是你要拍出来照片 那就拿给别人看了就不太好了 这边小亭子碰到另外一组过来拍摄的人 你可以看到这些设备特别多 所以我这样的穷币一比就特别寒酸 就拎一个包就过来了 这边又是一个广角好用的一个例子 因为视角比较宽广 所以说在这么近的距离 你也可以把整个场景全部收下来 把模特和猫咪的互动也一起拍下来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翻转屏的便利性 如果你用单反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趴下去 因为我们要采取个低的角度 才能把模特的脸和猫咪一起拍进去 你可以对这个相机大声地说一下 马上弹幕就该过去了 头正一点 其实我觉得6300搭配全画幅的55菜丝 感觉上并不是那么锐 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今天6300对焦系统抽风的问题 其实我最想吐槽的就是写卡的速度 能等哈 能等哈 那你像这种经过很多张连拍以后 写卡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等它回放的时候就需要等很长时间 我用的这个卡还是一个90兆的写入速度 你可以看一下 太费那层卡了 这个过程特别尴尬 你回放也没法回放 你拍摄也没法拍摄 你甚至都进不了菜单 好好笑 好好笑 好笑个屁也一点也不好笑 所以大家连拍完以后 可以跟模特多拖延一下时间 因为实在是没别的办法 好好笑 其实我是有APS-C画幅 这个50毫米1.8的镜头的 我有在6300上面和55菜丝镜头进行比较 那我就我个人感觉呢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50毫米1.8 它的表现是更好一些的 不管是锐度还是对焦 都要比55菜丝要好 今天这个A6300不知道是鬼打枪还是怎么 你像这种连拍追焦 应该是可以都追上的 但是它基本上都没有追上焦 所以我觉得也许是55这个菜丝镜头 可能跟6300配合的不是那么好吧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APS-C画幅的相机 你可以考虑这个51.8 而且这个镜头是带OSS镜头防抖的 像A6300它是没有机身防抖的 所以搭配这个镜头 它可用的场景就会比较多 这边我们再转回24毫米2的这个镜头 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边又是在树荫下 而且又是个逆光的环境 它对焦表现就非常的差 像来回拉风箱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主要是对不上焦你知道吧 哎呀万年对不上焦 又一张可以 但是呢如果对上焦的话 这个镜头还是非常的锐利的 那你毕竟是一个20系列的镜头嘛 那放大以后看到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因为它一个逆光F1.4的话 这个紫边控制的不是很好 大脸 又一波表情猫 不过呢如果你稍微调整一下角度 让它避开逆光的环境呢 它这个对焦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人脸识别的对焦 还是非常好用的 那放大以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发丝啊 睫毛的细节都非常好 什么小菊花课堂 哎呀 哎好 这费劲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 如果你是一个APSC的机身呢 你尽量就是使用APSC的镜头 因为它APSC的镜头呢 会为APSC机身进行优化的 所以它的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不要老想着以后能换全画幅 也能用怎么怎么样的 你要能换早就换了 那我在这边呢 就尝试交换了一下两个机身镜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被还原到全画幅的55毫米菜丝 以及等效35毫米的一个ART镜头 它表现是怎么样的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换上全画幅以后呢 这个55毫米菜丝的镜头 就发挥出它最大的实力了 不管是锐度啊还是对焦啊 都达到它应有的一个水平 而且它又还原成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50毫米的一个标准焦段 拍起来也是更加顺手 真的好智障啊 好蠢啊 特别像那个闪电 不过我觉得这个菜丝呢 今天确实是有点抽风啊 挂上全画幅以后呢 它的曝光会在这个地方有点奇怪 一直把人过曝 脸变得特别白 哎 为什么感觉有点 过曝 是有点过曝 呦 我不清楚是不是因为背景还是稍微比较暗呢 因为我用的是一个矩阵测光 它是会比较评估背景的亮度的 烦人啊 你脸怎么这么白啊 都过曝了 怪我 嘻嘻嘻 不过呢 因为是使用弱格式 所以说后期还是可以拉回来一些的 问题倒也不是那么大 这边呢 教给大家第四个小技巧 就是如果你想要把一个人拍的比较高冷啊 高傲的 你就可以从低角度拍 挺好 因为这样的视角呢 比较有压迫感 相反呢 如果你想要表现背摄 它比较娇柔 比较弱小 地位比你低的话 你就可以从高角度轻易拍 你被关了还笑这么黑 那么一般拍女生的话 都会使用高角度拍 这样显得她们比较温柔一些 这边你可以看到使用原生镜头的情况下呢 对焦还是非常的快和准的 那如果你要使用转接方案的话 那就是需要调整一下角度 去找一些光照比较好的 这个比如说面部比较清晰的一个位置 那它的这个对焦速度就会上来了 这边你也可以看到24毫米 ART这个镜头呢 挂APIC画幅的相机 它的锐度表现也是非常的好的 放大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发丝和睫毛的细节 然后换了一个体位以后呢 对焦又开始抽风了 三张都没对上脚 小尿 但是呢 稍微调整一下角度以后呢 这个对焦速度又还可以了 所以说呢 这种转接的方案呢 对焦性能的不稳定 是最大的一个隐患 那如果是拍摄活动的话 我想你肯定是不希望 这个角度可以对上焦 另外一个角度对不上焦 这种情况 靠你把人弄坏了 那这边呢 我们又换回来了 再拍两张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广角镜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你这个角度找的好呢 就可以把人拍的又瘦又美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女生沉迷于自拍呢 就是因为手机镜头 它是一个有变形的镜头 可以把自己的脸变瘦 呀 微笑起来真好看 哈哈哈哈 阿弹幕 真的脸皮真好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不要脸 吓我一跳手一抖 哈哈哈哈 当然还是刚刚说过的 你可以利用这个变形呢 去把人的这个肢体拉长 因为肢体的部分拉长呢 才可以更改这个人的比例的 通过调整到黄金比例呢 那人看起来就是特别的云称 特别漂亮 姑娘腿长1米8 所以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拍摄技巧的话 它就是一个非常讨妹子喜欢的一个技术 就会觉得你就是摄影大师 好长好长好长 可以登天了 好了 这一期我觉得差不多该说的都说完了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24毫米f1.4 这个镜头呢 还是听价比非常高的一个镜头 虽然在适马众多的ART镜头群里 它是存在感比较低的 但是因为现在索尼一卡口呢 没有一个相似的焦段 相似光圈的镜头 所以我觉得买一颗还是有必要的 我看是很想像 王之灭世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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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阿巴拉记手册子做四拍 不瞎BB 拜拜啦各位 别懒了 不过毛还可以挺白的 不过毛还可以挺白的